女人正在管道里爬行 突然间管壁向上抬升 要将女人压成馅饼 她拼命地向前爬 就当管壁压得她快喘不过气时 女人伸手抓住边缘 奋力将自己拖了出去 丽莎躺在马路中间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却不小心上了杀人犯的车 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关进一个密闭的空间 手腕上带着会发光的手环 她大声呼救 却得不到回应 突然 身后的门被打开 出现了一条狭窄的通道 她刚爬进去 门就自动关闭 与此同时 手环上出现了十分钟倒计时 剑无路可退 丽莎只能惊恐地向前爬行 可不料前面的门却缓缓闭 她加快速度 可还是没赶上 这时 发现旁边还有一条狭窄的通路 她侧着身材勉强穿过 一条漆黑的管道映入眼前 爬到尽头 发现通道两边有灯光 爬上去一看 管壁竟开始不断压缩 丽莎拼尽全力 在最后关头逃了出来 可惊魂未定 一看手环 倒计时五分钟 只能继续向前爬 突然 她看到前面有个人一动不动 过去一看 居然是一具烧焦的尸体 并且尸体上也带着手环 看来丽莎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强忍着不是 她挪开尸体继续向前 手环显示只剩下两分钟了 突然前面的路被封死 管道两边都出现了喷火桶 丽莎回头一看 管壁缓缓移动 出现一个凹槽 她赶紧爬进去 而济世气也刚好清零 管道内瞬间化为火 火焰过去后 凹槽将丽莎推了出来 想起刚刚经历的一幕 丽莎十分后怕 可就当她快要崩溃时 手环却再次开始了十分钟倒计时 看来还没完 丽莎继续向前爬 发现前方竟是深不见底的水时 她深吸一口气 跳进水中 很快来到一处更高的通道 可没等自己缓口气 管道内就开始注水 丽莎用最后一丝力气爬到了注水口 自己也险些被淹死 来到一处转角 她筋疲力竭地躺下 却突然听到前方传来男人的求救声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希望 丽莎顺着声音找去 可突然下方的管壁打开 出现一滩绿色的液体 她撕下一条衣服放进液体中 指尖布条瞬间被腐蚀 原来是强酸 丽莎双手撑着管壁慢慢移动 可就在快要通过时 膝盖不小心掉进了强方 瞬间化为血水 丽莎忍住疼痛 拖着受伤的膝盖继续找去 见前方打开了一个小洞 便穿过她来到下层 发现对面 一个男人正在呼救 丽莎劝对方冷静下来 可男人却说自己正被追杀 突然手环进入了一分钟倒计时 管道两旁又出现喷射火焰的小口 而唯一的凹槽正位于两门的中间 女人死死地踩住男人的手 此时玻璃门落下 切断了男人的手臂 紧接着四周喷出火焰 将男人烧成了灰烬 丽莎醒来后 看见天花板上 缓缓冒出来一颗诡异的人头 出人意料的是 她静置好了丽莎腿上的伤 然后从她口中伸出一根管道 插入丽莎的衣服 丽莎回忆起之前的记忆 她正在车里和男人厮杀 自己已经伸中树刀 命悬一线 却在最后一刻被一束光芒救下 然后便被送到这里 见这颗人头没有恶意 丽莎爬出凹槽 意外发现在男人的手腕上 刻有奇怪的符号 可还没等她弄清符号的含义 就看到危险向自己逼近 她赶紧爬回上层的管道 却突然听到上方有动静 回头一看 竟是一个面目全非的人形怪物 丽莎仓皇逃窜 并在拐角处挤进了一条狭窄的通道 这才摆脱了怪物的追击 继续向前爬 丽莎来到一个岔路口 她想起刚刚男人手腕上的符号 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但目前还不清楚 而时间已所剩不多 只能碰碰运气 丽莎爬进左边的通道 竟听到了女儿的声音 顺着声音 来到一个白色的空间 丽莎触碰一下墙壁 上面竟浮现出自己从小到大的记忆 看到自己的女儿妮娜 发生意外的场景 她陷入深深的自责 而这时 却发现刚刚的怪物就在自己的上层 于是赶紧爬进管道 发现前方布满荆棘 而穿过荆棘的镜头 就是管道的出口 后面有怪物追杀 顾不得多想 丽莎强忍着皮肤被撕裂的疼痛 爬过了荆棘 几乎要了它半条命 可管道两旁却再次出现了喷火口 眼看出口竟在咫尺 可丽莎已经没了力气 就在火焰即将淹没她的一瞬间 下方的管壁突然打开 丽莎落入一片黑暗之中 当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还没死 可当她抬头一看 发现自己居然回到了起点 想到又要重来一遍那些可怕的经历 而自己还身负重伤 丽莎彻底绝望 她用自己的血 在墙上画出看到的符号 想着让经过此处的人 能够解开其中的含义 成功逃脱 奇怪的人头再次出现 并为她疗伤 只想让对方给她一个解脱 听到丽莎的请求 人头从嘴里 伸出一根注射器 就在针头即将插入身体时 丽莎灵光一闪 解开了符号的含义 原来是通向出口的指示 丽莎又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让人头帮自己疗伤 丽莎再次爬进通道 这个女人有多难 她要通过不断下落的闸道 才能到达唯一的出口 掐算好刀刃落下的时间 顺利通过了前两关 可第三关竟只有两秒钟的空暗 眼看出口就在前面 女人一咬牙冲了上去 丽莎已经知道了所有关卡 她迅速爬过压缩管道 又在凹槽处避开火焰 然后跳下水中找到出口 再利用强酸腐蚀 成功取下手环 终于看到了刻在手腕上的标记 再次来到岔路口 丽莎根据符号的提示选择了右边 再次被怪物追杀 穿过一个重力不断变化的管道 丽莎发现 原来是手环吸引了怪物 于是将其抛下 成功甩掉了怪物 继续向前爬 来到一个奇怪的管道 地上布满了不明物质 但好像是某种生物的血肉 钻进去一看 发现居然是怪物的老巢 而自己的手环就在眼前 突然 手环开始倒计时 发出的声响唤醒了怪物 丽莎赶紧拿起手环 逃到喷火管道 想让火焰将怪物烧死 可没想到 凹槽却将自己推了出去 这下只能和怪物硬钢 她死死踩住怪物的头 借着凹槽的推力 成功将其反杀 杀掉怪物 丽莎来到最后一个岔路口 根据手腕上的提示 应该走右边 可令她没想到 已经死去的女儿 竟从左边的管道走了出来 她拉着丽莎的手走了进去 想和母亲永远待在这里 可丽莎深知女儿已经不在了 这是自己的疏忽 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眼前的女儿并不是真实的 于是 她告诉女儿自己不能陪她了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直到女儿消失 丽莎爬进另一边的通道 找到了出口 可中途却突然出现三口闸刀 算好闸刀下落的时间 丽莎顺利通过前面两个 可还是被第三个切掉了脚趾 她强忍着剧痛爬向出口 可谁也没想到 出口也只不过是显示屏播放的画面 丽莎深深陷入了绝望 原来这里根本就没有出口 此时管道两侧再次出现了喷火孔 也宣告了丽莎最终会死在这里的宿命 但丽莎并不后悔 她突破了重重阻挠 放下失去女儿的伤痛 终于来到了终点 她闭上双眼 准备迎接火焰的洗礼 接着自己的身体被缓缓抬伤 直到被光芒完全笼罩 丽莎醒来 发现身上的伤痕全部消失 一座瀑布出现在面前 这里像是一座室外桃源 她坐在岩石上 女儿突然出现 丽莎以为自己来到了天堂 可透过天空 不难看出 这里完全是另一个星球